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8年 纳吉士风灾重创亚洲米昌缅店 持继紧急救援并发放到种 因为一颗感恩心 灾民热成一把米 救助其他贫苦的人 这一把米 撒到了马来西亚冰城的土地上 最主要就是为了要响应竹童顺义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让小朋友知道缅甸人的故事 缅甸人就是这样每天 缅甸人就是这样每天 要煮饭之前每天出一把米 然后来帮助其他人 所以只要我们做出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知道了缅甸一把米的故事 小朋友每天请家长在煮饭前抓一把米 放进奶瓶 隔天装进班上的大铺满 一卖后的钱就可以捐给 正在筹建的慈祭教育中心和洗剩中心 那洗剩中心可以帮到谁 我都读二年 大姐们教育中心是拿来做什么的 可以学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用心读书 如果他们没有读书的话 不会学到很多东西 小朋友手上的金鑫奶瓶 有的是上星人士的结缘 有的是小朋友自己每天在使用的奶瓶 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是四五六岁 是时候要借奶了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让他们把自己不要的奶瓶 也拿来支援回收 拿来可以再利用 也是做好事 你不要拥有的金鑫 不要买的确定 一把米拿进去 放在哪里 放在瓶子 每天农民单纯的一颗感恩心 成了每个人心中的榜样 幼儿奶瓶中那把珍贵的米 将成为慈祭洗肾中心和教育中心最稳固的电机 大约新闻李庆卢彦碧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